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地道 深不见底 陕西悬崖掘壁 发现一排神秘洞穴 小伙询问当地老乡 无人知晓其来历 此处遗址到底是悬崖古墓 还是高人居所 出于好奇 我决定利用锁匠装备进入其中 没想到进到里面后也有洞天 在里面还发现了一个神秘地道 和一本清代古书 那么这个地道底部又是什么样子 接下来大家跟着我的镜头 再次索将其中一探究竟 现在我们是来到这个崖壁的下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洞穴刚好在这个崖壁的中间 然后从下面的话是上不去 下面到上面至少有30米的一个距离 然后只能从上面利用绳子进到里面去 现在我们从这边离回到上面去 距离这个悬崖上方 还有100米的一个路程 来到悬崖上面了 哎呀好了 那我预定的点是这棵槐树 这棵槐树是没问题的 相当老实啊 相当老实 洞穴就在这下方 马上我们就开始下 下这个悬崖绝壁 和系统 我们先来到这个边上看一下 这个洞到底在哪个地方 这里它全是这种装土 它土都会掉 从这个地方 看不到吧 它这个地方的延迟完全不稳利 做锚点的话是没法做的 只有排下险 然后全程磨成一下 这种情况呢 就必须要用到枯一点的绳子 可以吧 我们继续往下走 下去的话就到这个洞口了 和我预估的一样啊 从上面锁下来 首先是来到了这个 上面的两个石室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的这个面积并不大 然后双方有几个燕子窝 旁边的话是有一个炕 有一个灶台在左手边 上方还有一些石孔 这应该是以前点蜡烛的 其他前面的话 以前是有一个石墙 这个石墙已经坍塌了 然后看一下这边 我们现在要荡一下 用摆荡之法 荡过去 抓住这个岩底 看一下 这个 这边和那边呢 还是粘通的 中间这个地方有一道石门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正方形的石室 在这个右手边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方形的石槽 这应该是一个驱软的地方啊 然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没有 坍塌了 以前这里应该是连起来的 一直从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已经坍塌到下面去了 现在我们下到这个下面这几间 石室看一下 现在我们进到第二天里面来了 它这个下面这几间石室 它都是粘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走这边来看一下 先探索左边 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巨大的 人完全可以在这个里面 转立行走 它是一个四方形的 它有区别于窑洞 和窑洞它是有区别的 大家看一下 地上的话有很多这个燕子的粪便 上面有燕子的巢穴 对这个地方有一个燕子巢穴 这里有一个燕子的巢穴 整体这个都有坍塌 都有坍塌 然后这个墙上还有一些石孔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这里上来 这是一间石室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无人机里面看到的 最右边的这个石室 上来这个地方 应该是一个炕 这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这是取暖用的一个暖道 这里是一个窗户 相对于这一层它要高于 这下面这一层 这是第三的一层 如果说按照这个来讲的话 这是第二层 我们现在 从这边来看一下 它这个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石孔 可能这个地方以前是用这个木头搭的有这种台子之类的东西 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是比较完整的 哇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楼梯 它居然和上面是粘通的 我们刚才看到的上面是粘通的 我们上去看一下 天呐 上去的 刚才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拍摄了 没想到这一层和下面是粘通的 看一下这边 这一层是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一层 然后这里看到没有 一个灶台 一个睡觉的床 旁边还有一些石窗 这个要么就是正东西用的 要么就是点纳筑的一个台子 这里有石窗的一个痕迹 要从这里下去继续弹出 这个地上有一些弹质的碎片 然后看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粑子 好像是一个锤子 这里有骨头 这个骨头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骨头 这感觉有点像两角树 这边也是这样的 看到没有 碎片 棺子的碎片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他地方再看一下 装进去 下到第二个菜 哇靠 上方的岩层 松动的很厉害 然后它的这个流氓含量特别的高 黄色的 哇靠 这里有个洞 这个洞很深了 不知道有多深 看一下看不到底 我们现在丢个石头看一下 测一下深度 哇靠 这不知道是一口水井 还是一个地道 但是我们从这里锁江下去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其他地方 它这个下面这一层前面垮的特别的严重 全石乱石 从上面已经坍塌下来了 然后这边的话 是可以走过去的 现在以前应该是不能走的 刚才的也讲过 这个地方你看没有 和这边是连通的 然后我们从这里 然后我们从这里 扑上去 上来之后 这里又是一间这个石室 这个石室里面特别多的这个燕子屋啊 这边倒是没有这个罐子的碎片 这个前呢 这里以前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然后这里已经摊出了 我们继续往这边撑 这个地方前面它的好严重啊 这是它最严重的一边啊 这个石室变得特别的小 最近这个地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 鞋杆 高粮杆这是 这里还有一块砖 我靠 下面有本书 写的啥 清光续四年 孟秋月 张公正邪 福法密密诀 这是一个古代的书籍 这个书籍看这个样子的话 应该有些凝土了 但是从这个字来看呢 不像是清代的 有可能是这民国的手抄本 不要动它 就是这个地方扎着的 还是放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边 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炕 等这个炕啊 也是 已经被这个石头给掩埋掉了 这是最后一间吗 对的啊 它这个整体啊 这些石室下面一层的石室啊 就是唯独这个第二层 这个要小一点 这边呢基本上是一样大的 然后面积的话是在 三十平方左右 三十平方左右的一个面积 这里和很多这个鸟的粪便 地上都是 全是鸟的粪便 这上面有可能是老鹰的窝 燕子的话 一般它会拔在这上面 看 这个是燕子的窝 燕子的巢 然后这个的话 一般是老鹰的窝 这里这个地上很多这个拔吧 这里还有一只小鸟的这个骨骼 这个就是老鹰叼进来 有可能没吃 在这个地方坏掉 现在 这些石室啊 探索完了 总共有九间 数了一下 九间石室 现在我们从这个地方过去 探索这个 洞穴 向下的这个 竖井 现在我们系统已经做好了 我已经降到一半了 现在我们开始继续往下躲降 到这个竖井的底部啊 看一下 这个洞穴 下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它这个 洞穴的这个两边呢 它是刀里有这样的一个石梯砍 人是可以从下面直接爬上来的 但是风化的特别的厉害啊 很容易就是 摔到 我们利用锁降装备的话是 这是最安全的啊 最安全的 从上面下来有 20米深啊 然后下面 依旧没有到底 看一下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 梯砍 一边都有 它两边都有这样的一个梯砍 这可以直接从下面往上爬 或者从上面往下爬的 已经看不到洞口了 这个下坏很近了 我们继续往下爬 这个这个不要动 这个不要动 这个动的话就会塌 它这些都已经坍塌了 它有些止气 结束了 下面并没有动到 感觉下面被堵住了 哇靠 这里有一只老鹰 看 这个是老鹰的灰 掉在里面 飞不出去 死在这个洞里面 这是老鹰的灰 最终还是命上深渊 不要动它 走吧 我以为下面还有密道 这有可能是一口井 当时它们从上面一直打下来 取水用的 古代的人太厉害了 它这个石器是左右两边 一边都着的有孔 当孔两个脚 等左边等右边 就可以上来 然后在这个绳子的保护下 相当的安全 终于从这个 寨子的最神秘的一个地方 爬出来了 感觉这只老鹰呢 他是从这个地方 可能打瞌睡 直接叫下去了 就跟开车一样 说开车不能打瞌睡 所以掉下去之后 大家知道 鹰是不能垂直 动物 它是不能垂直上升 垂直下降 这个的深度 至少是在40米左右 所以说 它最终是在下面活活饿死的 然后 这九尖十四 还在这边 最近呢 发现了一本书 清代的 一本这个道家的书 有可能这个地方 以前呢 居住的是一个 道士 整体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好 这些视频呢 我们就拍摄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 这些十四 这九尖十四 是做什么用的 为什么只修九尖 不修十尖啊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